哈喽大家好我是张鑫 大家看到我后面的大门就知道了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眷村 这个眷村是在大溪交流道附近的太武新村 它是民国53年建立的 然后是为了安置当初金门823炮站 住房在前线的高阶金关及其眷属 所设立的一个眷村 它大概有100户左右 现在保存的非常好 它里面现在变成了一个文化园区 有各个餐厅进驻 然后也有823炮站的纪念馆 我们不多说 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太武新村吧 Go 看到眷村的墙上还有这钉子 不知道大家还有回忆吗 因为小时候眷村的墙壁矮 但是又怕小偷 所以上面不是胡了钉子 就是弄了一大堆的玻璃瓶 嘿还挺有特色的玩意儿 看得出来已经长满了青苔 有了历史痕迹 看眷村令我和我老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个院子里面都有大树 我们小时候都是在树上过活的 我爸都叫我们山顶洞人了 下了课回来就爬在树上 现在比我们小时候这个树长的更大多了 就像我们一样也逐渐成长茁壮 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红色的门了 你看以前这个眷村算是很大间的哦 以前我们小孩子就是在这个墙壁上爬来爬去 巷子间钻来钻去 这里有分双数号的眷设和单数号的眷设 我们先从这里面单数号的走走看看吧 它现在这里面有电梯它可以让你爬上二楼 哇水井水井你看我们小时候真的都是这种建筑啊 非常小非常矮然后都是木头做的 令人怀念了再往下看 哇其实这里面还蛮广阔的 咱们今天一起走一走 然后每个家的院子里面都种有各种果树 我们现在到 嘿你看这个眷村 比我们那种老时候的眷村漂亮多了 白天白云了 我们现在上来看看 现在都把这个楼梯架起来了 很棒的 你看挺舒服的 这里可以坐在这里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这里还有老眷村 我们当初用的九翁 我们都拿来泡泡菜 或者是酸白菜 里面是一个展览空间 所以现在好像没开 咱们也不进去了 我们在楼上走一走 有风吹过来其实挺舒服的 今天我来到这边啊 是要参加一个梁又翔先生 美食专家啊 他要讲解眷村菜 所以我提前了两个小时过来走走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眷村的感觉 有的时候厕所在外面 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小小的储藏室 然后每个门口都种了大棵的树 要不是芒果 要不就龙眼 你看 为了让老龙迷啊 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好朋友 也能够到楼上看一看 所以现在也装了电梯 瓦房 瓦房 你看瓦片 前面都还是眷村的感觉 可是门都被铁皮给封掉了 好可惜啊 还是当初的木头门 穿过木头门看看 哇 这是一个 真的是高阶军官住的眷色吧 我们以前没有这么好的眷村可以住的 其实现在感觉起来环境非常的清幽啊 现在这里 哇 这就讲解眷村菜的 你看 红烧狮子头 柴烧牛肉面 红烧羊肉炉 人和园 棒的 哇 讲的是我们眷村实习的生活 真的真的 大家看看 以前配发口粮 还有黄豆 大米 这都我们小时候吃的 可是以前没有这一种 以前只有这种 中间里面还有姜糖啊 然后什么巧克力粉的 对 还有这种军用面粉的面粉袋 哎呀 不简单 中华铁化 这做的还可以吗 他讲的几个眷村菜 我们一起看看啊 面疙瘩 回锅肉 炸酱面 牛肉面 哎呀 哎呀 这里还是我以前公司的东西 胃王 胃王的 金胃王的酱油 可惜他的高粱酒 不到底 我们以前喝的都是金门高粱 这个玉山高粱是后期开放之后才出来的了 可惜了 可惜了 这个饺子做的好像也差的没点火候啊 不错不错 哎呀 这个一看就是标准的四川泡菜 糖蒜 辣肉香肠 真的是标准的眷村味 真的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些家庭啊 他墙壁上窗户上还绑着西北时期的装饰 绑着玉米棍的 绑着那个蒜头边的还有那个辣椒串 哇 超棒 咱们继续往下走 泰武新村二号 可惜都荒废了 还不错了 他门口已经用铁皮把它封住 但是他还维持了原有红色大门的感觉 他至少是用红色铁皮封的 这个眷村跟我们一般印象中的眷村不一样 它是比较后期盖起来的 而且它盖的比较大 比较漂亮 看看 这个四号 它墙还是矮的 你看都已经是两层楼的楼房 而且院子的面积很大 在那个角小翼鱼啊 还有个水井 真棒 这个东西没照到 眷补镇欸 我们小时候就是拿着这个 领米领油领岩妈 哇 太令人怀念了吧 真的 你看就叫做眷补镇 小时候没这个 大概我们都活不下去了 好 咱们再往下走 哇 这还是以前眷村的摆饰和照片 正面疙瘩了 永芳 你看 这又是我们公司 这金兰的 金兰这个酱油厂啊 其实就在旁边 它在大西乔爱新村的边上 对对对 豆腐炉 当然也很少见 有眷村的道路是这么宽敞的 这里就真的是纪念823了 单打双不打 这个是当年金门泰武山 为名的泰武日报 这门拆掉了 待会我们再一起去823故事馆看看 红砖墙是母头门 现在也开放成为某些艺术家的驻扎地 变成了一个很棒的艺术创作原地 原本是泰武新村27号 现在是驻村创作者唐一婷的展览馆咯 或者是他的创作原地 看到这个破旧的眷村 心中还是蛮有感慨的 这里是泰武新村8号 墙不高 咱们跨过水沟 翻过小墙 咱们看看 已经成为历史的泰武新村8号 这也如同我们小时候对眷村的回忆一样 虽然印象非常鲜明深刻 但却也逐渐要进入历史的洪流 继续往前走 现在都进不出来 这个29号是可以进去看看的 从这里也可以走楼梯上去到刚刚的地方 这是船的工作室 欢迎参观 咱们一起走来看看 没开门好可惜 你看小时候的眷村就是东一拐 西一钻 翻个墙 就跑到同学家了 就是这种感觉 东拐西拐 还有这一个水井大的 就又来到了刚刚咱们进来的地方 这个展触空间不大 但是走一走挺舒服的 没什么人 是一个很棒的怀旧好地方 这个其实弄得蛮漂亮的 叫西克 还有那么一点点眷村的感觉 听到里面在骂脏话 他骂的脏话还是咱们眷村的骂法 听起来虽然有点不文雅 但感觉很熟悉挺舒服的 太武新村驻地工作站 我想来找一下他这里说的823炮战纪念馆 来看一下 写同龙眼 残破的卷村红大门 走出这个门就得要回到现实生活去了 太武新村的823炮战故事馆 哎呀我爸爸还打过823炮战呢 823炮战英雄 死的就是无名英雄 没死的现在也垂垂老矣 咱们一起进来看看吧 你好 太武新村 好嘞 谢谢 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介绍过太武新村 他就是为了安置823炮战 在前线住房的高阶军官和眷属 后来盖的100户的小眷村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823炮战纪念馆 有机会应该推我96岁的老爸来看一看 回忆回忆他过去经历过的823炮战 我已经找不太到823炮战的感觉了 居然里面还有写日文 实在令人无法忍受 这是说以前眷村吃的东西 眷村的罐头 好勾 那个时候说被炮战 炮战击中的弟兄 就是用军坛给裹着 然后继续作战 原来他的823炮战纪念馆里面没什么东西 就只有一点点照片跟土样而已 然后还有一点很简单的装置艺术 真的比较难接受的 咱们眷村里面讲解的文字怎么会有日文啊 很小很精致 但是找不到823的感觉了 大家好 今天下午我原本是要来听那个梁又祥先生在这边办的一个眷村菜的演讲 所以提早了两个小时到这个太武新村文化园区走一走 其实整个感觉还挺棒的 如果你来这边想要寻找一些过去的感觉 想要静静的在这边坐一会 回忆儿时的那种情境和感受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非常棒的空间 因为里面没有什么人 然后不像一般的观光景区 人山人海这么吵杂 其实非常的清幽 而且树非常的大 代表这里的保存还是蛮好的 而这个眷村和其他的眷村不大一样 它盖的比一般我们印象当中的小眷村还要来的好很多 范围不大 但是感觉很棒 里面的展区我觉得就稍先简陋了一些 大概就是两个眷村的房子改建起来 一个是823炮站的纪念馆 另外一个就是展示一些眷村过去的生活和饮食习惯的东西 我想大部分都已经拍给大家看了 我觉得做事的人是有心的 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小意见 第一个它里面的所有解说都是英文中文跟日文 讲的是眷村文化 我想大部分的眷村子弟跟我都有同样的感觉 咱们跟日本鬼子是不共带天的 就算仇恨可以放下 但或许这些东西也不太需要加注日文吧 日本的朋友也不会来看咱们的眷村文化吧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眷村文化真的被载化到美食和战争了 整个823炮站的过程 原因还有整个炮站的历史和最后的结果 造成了什么样国际上的影响和国家的变化 其实在这个展览馆里面看不到出来 如果不说它那个字不写 或许你进去之后只会觉得它是个装置艺术而已 所以眷村文化的保存 或许一定要加上历史故事美食 还有真实住过眷村的人来献身说法 才有可能形成一个集体文化意识 好嘞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一趟走的 至少来一两个小时还是蛮值得的 如果你有从大溪交流道下来 其实大溪交流道下来大概也就10分钟左右就可以开过来了 周围很容易停车就停在路边就好了 它没有什么需要收费的停车位 下台走走30分钟40分钟就可以走完整个圆区 而且可以让你在这边坐着静静喝杯咖啡 感受一下过去眷村的气氛和温度 上星半潭今天到大溪的太武新村 咱们下午接着去听演讲 咱们明天见 拜拜 专件眷村的採门就好像回到了过去的回忆 但它在历史上就是那么一段小小的时光 很快的咱们又出了这道门 面前映入的就是现代化的东西了 怎么说呢 它就是属于我们这一辈人的回忆吧